我们大概总结起来 当然这是我总结的 三个方面 第一叫做技能 也就是刚才有同学提到的 所谓你与职位的匹配度 就是你所具备的 胜任这个岗位的能力 或者说技能 不能叫能力 就叫技能 第二叫素质 这个很多人提到了 素质可能比较广泛 这可能跟你这个岗位 本身的技能是没有关系的 只是比如说你学习能力 你的沟通能力 或者你分析的能力等等 这个技能能力方面的 素质方面的 第三就是刚才最后 这个东西提到了价值观 这是往往大家很容易 忽略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总结出三个方面 哪三个方面 OK 好 不同的公司 或者说在招聘不同岗位的时候 对这三件事情的侧重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假设一下 什么样的岗位 或者说什么样的公司 是非常看重技能的 技术性的 还有其他答案吗 把思路打开一下 有没有更在乎技能的 什么的公司 或者什么的岗位 一线的操作人员 这个思路还 方向是对的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我可以说 什么样的职位 是最要求技能的 就是说这个需要马上上手的 职位是最要求技能的 校园招聘的任何岗位 都是不需要马上上手的 所以在校园招聘当中 所有的公司技能 都不会放在第一位的 所以技能只是你具备 这个基础就可以了 还有什么样的公司 会很要求技能 就是这个公司 人才储备是不够的 他急需一个人去 急需人进来 能帮他干活 能完成他正常的运转 或者说救命的这样的人 那有能力 做校园招聘的公司 都不需要救命的人 我们需要的是 未来更优秀的 能把公司带上一个档次的人 所以在校园招聘里面 技能这项 其实至少在我看来 在这三方面 是排在最后一个的 第二说素质 素质这个东西 对于校园招聘来说 就很重要了 那可能是 你学习能力 然后你很简单的 沟通能力 合作能力等等 这些看起来很虚无的东西 但实际上 这决定了你未来 能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或者能不能掌握 非常娴熟的技能 这很重要 但是应该说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港位 它对素质要求是不一样的 这个东西要具体去分析 最后一个就是文化价值观 大家不要忽略这一点 我们说最优秀的公司是 当然这是一种说法了 是最一流的公司 在招聘的时候才最看重文化 这个 其实有很多公司的文化 大家是耳熟能想的 比如说汇联网高科技行业 像华为的 阿里的 百度的 它的文化是什么样 每个人都能说上一两句 这样证明这家公司 它在招聘的时候 或者说它自己在人才管理的时候 对于文化价值观的一种 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必须符合 这家公司的文化价值观 否则你可能 把你所有的热情都发挥在这里 这三个方面 大家不论找什么工作 都按照这三方面去准备 在面试的时候 就把这三方面去展现出来 具体说百度的校园招聘 会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职位 百度的校园招聘 一般是属于四大类职位 第一类的就是寄出来的 在座可能听刚才的介绍里面 有两三个同学 是会适合寄出来的岗位的 第二类产品类 产品类大家都见到了 大家这两天干的 就是产品经理的事情 第三类是我们讲设计类的 最后一类就是职能类的 包括像财务 IHR这样的 包括市场 都有这样的岗位 这个地方就是说 首先你要明白 你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 然后这个职位 他想要的技能和素质 是什么样的 但是文化价值观 是取决于公司的 然后技能和职位 一直取决于素质的 你在参加每一场面试之前 必须把这几个问题系统的想明白 然后你才知道你需要展现什么 看了看发现 这我都不太行 你就不用去了 不用耽误那个时间了 就证明你没有找对方向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 你需要成为一个通才 还是需要成为一个专才的问题 与世打交道和与人打交道的这个划分 我觉得这个划分可能传统了一些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里 不应该这么分 没有任何的工作是不与人打交道的 然后尤其在互联网这种高速发展的公司里面 与人打交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你从事一个什么样的岗位 那所谓的专才专才跟通才 就是看你自己的兴趣点导向 如果你真的对某一件事情 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就做这件事情热情 别的事情没有 那这种情况下 你是否成为一个专才 其他的情况 我都建议大家尽量往通才去发展 现在这个 为什么说至少在我们这个行业里 为什么 它的变化太快了 你比如说 百度是搜索起家的公司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搜索 已经过去了那个时代 如果你成为了一个搜索的专才 特别专特别专 你怎么办 下一个时代 就是在百度在培养技术人员的时候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成为通才 我举个例子 可能在座有些同学能听懂 编程语言 可能加瓦是在上一个时代 比较流行的编程语言 然后是C++ 是吧 然后现在可能有PHP等等 一些其他的编程语言起来 你就会加瓦 你平时你也不琢磨别的语言 那当公司的平台转了以后 你怎么办 你还是要从头去学 这是给大家关于专才通才的一个建议 最后 文化价值观 百度的文化价值观 这个给大家呈现一下就好了 百度文化价值观应该说 我们翻唱两句话 讲第一句话叫简单可依赖 这是百度传承了十多年的一种文化价值观 所谓简单就是我们对人对事 相处的会比较简单 就是这个公司是一个没有办公室政治的 然后大家在一起交流的时候 比如说互相都称同学等等 百度可能是最近两年比较火的狼性 狼性可能大家不要曲解这个狼性 百度的狼性跟华为的狼性还不太一样 百度的狼性是我们分三个方面去看 一种叫敏锐的嗅觉 事半功倍 你找对了方向 一种叫我们讲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 那也就是说当你找对了方向以后 你必须要发力去做这件事情 第三是群体合作 你会发现这个狼性里面其实没有关于加班啊 什么什么我们多么努力去工作啊 我们使得是巧劲 那就不要曲解这个狼性 如果你有同学也关注百度的话 你可以给他解读一下这个狼性 可能跟他理解的狼性是不一样的 最后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当你选择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 当你选择一份工作的时候 或者说当你手上有两三个offer的时候 你应该会怎么选 你选择一份工作的时候 这些各方面的要素 你应该怎样去取舍 素质不应该是你看的东西 素质应该是HR和面试官去看的东西 他们应该不会看错 然后我个人的一个排序 当然这个也代表我个人观点 但我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 首先兴趣 谁说的兴趣 我觉得这个绝对最重要 绝对第一位 工作你必须全情去投入 发挥你所有的潜能 你才能去成长 如果你能把这件事情做到一百分 然后你去了一个能做八十分的地方 那你的人生成长会留下遗憾的 兴趣绝对是第一位的 接下来我认为是一些个人因素 就是像刚才这个同学提到的 我选城市 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 我选户口 我必须要有一个户口才可以 这个是你一些个人 个人为的一些因素 这个个人因素 也需要满足 放在一个好的地方 我个人认为这比可能 这可能比平台更重要一些 然后接下来是关于这个公司的 比如说行业 这个是不是一个朝阳的行业 最好除非你兴趣 驱动真的很 最好不要去一个 就是已经处于萎缩 这样的行业去了 然后是公司的平台 个人发展的机会 当然我最后给大家一个建议是 虽然你是应届生 但不要把钱看得太轻 钱这个东西也必须是要考虑的 因为这可能涉及到 未来你一个职业发展里 HR在给你定心的时候 它的一个策略 创业公司的HR会相对灵活一些 但是一旦公司大了以后 HR它会做很多内部平衡的考虑 它在定心的时候 一定是非常严谨的 那你目前的薪酬 或者说你以前的薪酬 对你未来的薪酬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在选择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还是要考虑薪酬的 当你选择一个职位 第一位是什么 如果你告诉我 你就是喜欢做产品 那这样 并且这是你内心的声音 这就对了 如果你告诉我 百度招满了 其他公司没有招满 或者说百度不一定就招满了 你知道他招满了吗 我可以告诉你 百度没有招满 我们在招片的时候 对于优秀的同学 他是不限制人数的 百度每年的招一千多人 差一个两个 十个八个的这种 不是事 如果你足够优秀的话 我们没有满这一说 这对于你来说 就是你自己的兴趣 然后你自己 包括你自己去评估一下 你是不是契合于这个岗 那怎么讲呢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有技术背景的话 然后你去做产品 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优势 就是可能你对这个产品功能的实现上 或者这个排气上面 你会有更多的概念 你在跟RD或者说技术人员去沟通的时候 你会有一些先天的优势 除此之外 我认为没有了 对于产品人员 最核心的技能 我觉得还是 就是你对这个市场上产品的了解 以及你对用户需求的把握 懂技术实际上没太大的用 我个人认为 就是即使你不懂技术 你对用户需求把握的更好 和一个懂点技术 但是对用户需求把握的 不是那么准确的产品技术来说 肯定是前一个更优秀 需要想明白你的兴趣 以及你的优势在哪 我觉得是这样 最简单的是你去做一些功课 因为你可能是没有 对你来说是没有回报的 你去做一些研究 比如说就像 昨天晚上那个作业一样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你可能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 付出很多的精力 但是对你来说 可能是没有什么回报的 当你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可能这件事情 本身看起来是有回报的 或者说至少是有回报的可能的 那你可能把它放的 就是更没有回报一些 然后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看看你有多大的热情 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你也可以先试一下 比如说你去找一份 对你来说 可能你目前还谈不上兴趣 但是会比较有好奇心的 比较愿意去了解的东西 你做一段时间 自然就用不了很长时间 有两三个月 或者说你实习 两三个月就能知道自己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热情 在这件事情上 其实我刚才特别同意 站在这儿的那个 叫王家是吧 那个学长给大家分享里边的一点东西 就是职业规划不需要做长期 这可能很多人会讲 尤其是传统行业 比较资深的HR会告诉你 你需要认真地做好你的职业规划 可以帮助你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那是一百年不会变的企业 才会这样的 在互联网这样新兴的行业里 你完全不需要做长期的职业规划 五年到头了 因为人是会变的 然后你的工作经历 包括你所在的市场环境 会改变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或者会新出一些东西来 改变你自己本身的一个想法 当你变了以后 然后你可以去追 根据你自己兴趣上的变化 或者说行业上的变化 你去追这个变化 不需要做太长期的职业规划 你只好想好未来三五年 是怎么样就可以了 我先做简短介绍一下 我叫王嘉 是来自百度移动云市场部的公关同学 然后以后我们也可以常联系 其实刚才我听联系的同学说 正想大家都是90后是吗 因为我前一段 刚刚看到过一个数据说 现在移动互联网的用户 大概40%都是90后 所以当时这个数字 还是让我们挺感慨的 所以我们当时内部还在讨论说 我们以后要多多的去研究 90后的用户 他们的一些 在移动手机上的一些消费的行为 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今天正好有机会 我们待会有机会 大家可以再探讨一下 我想跟大家 就先想了一下吧 就是如果因为刚才那个同学说是 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一些关于职业方面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想可能今天 我想分享的有三点 一个是说 一定要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想从我的自己个人的经历想起 我大学学的是新闻学 然后我从小的理想 就是当一名记者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说 看到电视台里面 那些记者能够在 比如说很重大的一个事件上 能够在那个拿着话筒 在现场去给外面人去做报道 我觉得那是一个 特别光荣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从小就是两个梦想 一个是做主持人 一个是做记者 后来呢 那个本科的时候 去考那个传媒大学的时候 后来就被老师说 因为你脸太大了 所以不太适合做出镜的主持人 所以当时就把目标改成了记者 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呢 就是进入到一个一家财经媒体 就是中国经营报社 当一名财经记者 然后这一段经历 对于我来讲 其实是特别的受用的 就是我在这四年半里头 就是把我最基本的那些财经的知识 然后全部都补充了进来 而且是在中国经营报社 一家有25年历史的 一家财经的媒体 所以在那个氛围里面 我学到了很多 就是我前辈的那些老的记者和编辑 他们身上那些很好的东西 其实这一段经历 对我日后来百度 也是非常的受益的 我记得当时我做记者的时候 我自己特别感慨 就是为什么我到后来 其实可以 就是我走的时候 我的总编辑就跟我说 王家你是一个好记者 我为什么能得到 他这样的一个肯定 是因为我觉得 我在做记者的时候 其实是特别的执着的 比如我当时举几个例子 就是我当时做记者的时候 应该讲是国内唯一报道 海南的这一块的记者里面 就是唯一能拿到很独家消息的 就为什么我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我第一次采访到的 海南省的一个高官的时候 他当时跟我说说 他没有时间接受我的采访 就是 他就 其实就是可能就是觉得 因为第一次认识你嘛 就不太信任你 然后当时是在两会的现场 后来我就在他的两会的 驻地的门口 就在他的楼下那个电梯里面 等了他三个小时 后来他的秘书下来跟我说 你明天上午几点几点 然后你来这个地方 然后说 那个省长可以接受你的采访 等到第二天上午的时候 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就说 你昨天那种精神把我感动了 他说 他就特别有意思 他说我的妻子是 一家媒体的住三亚的记者 他说你跟他 就是感觉跟他老婆 那个职业很像 所以一下让他觉得 这种精神很感动他 所以他当时接受了 一个独家的采访 到第二次的时候 就是我把这篇稿子 写得很漂亮 然后写得很漂亮之后 用中国经营报这个平台 去把他发了出去 这样就第二次得到了他的认可 在这之后呢 就是我每次再去给他打电话 就说我想要去采访 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总能给我一手的消息 所以这个事情 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就是在中国经报 可能有很多 就这样比较 这样的案例呢 也让我觉得迅速得到 得到了中国经营报的认可 然后当时在中国经报 做了四年半记者之后 我来百度的时候 这个是我第二个 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一定要再做一份 就是跟这个时代 紧密贴合的一份工作 因为当时猎头去挖我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说 你在这儿可能做的是移动业务 因为当时是我来的时候 应该是在两年前吧 当时正好是处于这个PC时代 向移动互联网时代 转型的这么一个大潮中 但是PC时代 向移动互联网转型 到底这个转型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可能大家并不太清楚 我记得当时Robin在接受外面媒体的采访说 他也在说说感觉移动互联网就像酒驾 就大家都在晕晕的在开着车 但是未来是什么样子 我们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去跑 可能谁都看不清楚 所以所有人都在摸索 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对我感兴趣 因为当时我自己也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体验 就是我好像用PC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然后当时大家都在争着买那个苹果的手机 苹果的iPad 确实从用户的感觉来讲 他这种使用行为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那这种时候作为三大巨头的BAT参加 到底他们怎么来引领这个时代的发展 可能所有人都非常的好奇 所以当时我觉得猎头跟我说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兴奋 因为他说如果你来这的话 你是可以去来做移动云这一块的PR 你可以迅速的知道百度在做什么 然后百度对这个未来的前瞻性的方向 是怎么来看的 所以这一块是非常的吸引我 所以当时谈的时候 就也很迅速决定说 有机会来百度这样一家公司 站在这种浪潮的支巅上 来去看这个时代到底怎么发展 有机会参与到这份工作中 我觉得特别的荣幸 其实这两年的工作 也让我对这方面有特别大的感受 因为大家可能你们也能感觉到 说这两年百度在移动上面 发展的非常的迅猛 可以其实比如说比较小的细节 就是大家的手机百度里面 可以看到那么多的 关于百度的APP是吧 手机百度啦 百度地图啦 然后这个百度手机助手啦 等等等等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还宣布说 百度有14款旗下过亿的APP 这个可能在其他的移动的公司里面 也是比较少见的 然后像我们去年推出的 这种轻用的这种机制 还有这种我们最大的流量的 这种分发入口的这种能力 这都是百度这两年 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也是特别的荣幸 在这两年亲身经历了各种的变化 然后我本人还负责了百度的一块的PR 就是互联网金融 这个也是从去年开始 因为大家特别热的 可能90后同学也特别感受到 比如说你们用的这个 阿里的余额宝 是吧 就是可能是能 它能帮你们赚钱 又能帮你们去花钱 然后非常的容易 而且随存随取 然后百度去年呢 也推出了这样一个东西 叫百度理财 然后我们的一个爆款的产品 叫百发 这个当时的PR工作 也是由我们团队来做的 我这个印象我特别深 就是百度 其实内部一直倡导的文化 叫狼性文化嘛 然后这个产品 我们是当时是 应该是十一之前 是九月底拿到了这个东西 但其实产品 实在更早再去准备嘛 但是当时就告诉我们说 推出的时间是在10月28号 就是给我们 整个市场的传播的工作 只留下了非常短的几周的时间 如果10月28号发布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在在10月15号左右 我们就需要把所有的市场传播方案拿出来 但最后的结果 大家也显示说 其实百发当时应该是 应该是一个全民的爆点 我记得当时我们的明远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也提到说 当时那两天 所有人都在问他 这个百发怎么买 因为当时是有一个 8%的一个预期的收益 所以非常的高 然后他就说 为什么我老家的那些 爸爸妈妈老人 然后那个什么同学 所有人都在问他 这个东西来怎么买 其实这就是市场传播的功力 就是我们当时打对了一个点 就是说 原来如果你去银行 去做买理财产品的话 那可能对于普通的屌丝来讲 它其实门槛很高的 你可能拿1万元 5万元 才可以去买一个 那么高收益的理财产品 但是百度像这种互联网公司 他就是把门槛进一步拉低 就是我们是一元起购 所以对于普通网民来讲 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就是我能让你用一元钱 就是屌丝也去享受 高富帅才能在银行 享受到的服务 这个是当时我们去打的点 这也是说 Robin一直讲的说是互联网 怎么去改造传统产业 然后今年两会的时候 大家也注意到 就是互联网金融 是今年特别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因为普通老百姓 是觉得非常受益的 原来就是银行 就是那种高富帅 才能享受到的银行的 那些好的东西 然后现在我们作为普通网民 也能享受到了 这个是当时我们去年 就是很快的时间点 就是每天都在加班 每天都在加班 然后把摆发这个产品 成功的推出 现在可以说摆发 就是一个互联网金融的 一个金子招牌 然后以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去 如果要买理财产品 互联网金融关注的话 也可以多关注一些 我们百度的这一块 这是我的第二个想分享的 刚才说到 就是一定要找一个 就是跟与时代很贴近的 站在浪潮之间的 这么一个工作去做 第三个我想分享 就是做职业规划 就是因为我原来 刚入职场的时候 很多人说 你应该做一个 长期的职业规划 但是就是 在我这几年的经验来看 我觉得应该是说 是做一个短期的职场规划 而非一个长期的职场规划 因为如果从我的经历来讲 比如说我从小 就是想做一名记者 所以我第一份 找一份自己 很有兴趣的工作 我就是找到了一份 报社的这样一个记者的工作 但是其实很快 你就发现 随着你的这个经历的改变 然后整个时代的改变 你其实觉得 我当时就在想 我30岁了 我总不能还当记者吧 因为你觉得 因为我当时我的同学 比如说他们是去做 某一个公司的职员 等到他们几年以后 他们就去变成了总监 然后或者更高 但是记者这个职业的发展经历 就是你一开始是一个小记者 然后可能到你30岁 就变成一个老记者 就是你已经没有 你的职业的发展的 一个东西了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 那我记者最好的转型是什么 后来就找到了 百度就觉得做公关 因为是跟你之前的经历 其实是有连接的 所以当时我就感慨说 其实你不是应该 去做一个长期的规划 而是去应该是 做一个短期的规划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也是 就是他们两口子 都是MIT的一个硕士生 但是他们读完MIT 他们一开始 其实也是在想说回国 我要创业我要怎样 后来他们两个人 在国外的经历就发现 他们其实对那种 就是旅游更感兴趣 然后他们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 都会去买一些 当地的那种小玩意儿 然后再把这些小玩意儿 去再去高价 再去卖给其他人 他们觉得他们 对这个东西就更感兴趣 所以他们俩现在在杭州 开了一家这种浴室店 就去卖这样的东西 所以当时也跟我感慨 就觉得说 真的是完全跟他们 一开始的职业规划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当时也有这种感觉 去做一个短期的规划 而非一个长期的规划 然后比如说像我 现在就特别希望 我在这几年以内 能够达成的一个目标 就是做一个 关于移动互联网方面的 市场公关的一个专业型人才 这个是我近期 对目前的一个规划 也许三四年以后 我又在想其他的事情 就不太一样了 就是前一段看到一本书 就是那个Facebook COO 他写的一个 关于女性的 Lin In的一个书籍 然后他里面也特别提到了 女性在职场中 他也特别提到说 女性在职场中 应该是更加往前进 然后更加好的去处理好 职场跟生活的一个关系 当时这个书 其实在我们内部 大家也在纷纷的再去转 因为都觉得 很多人就觉得说 哇在百度的女同学 好狼性啊 都是女汉子 一点都不温柔 但是我们也觉得说 在能够赶上这样一个大潮 然后有幸在这样一个 大潮里面去扮演一个角色 有机会去改变一些什么事情 这个是非常的荣幸的 产品的视角 就我们去想 就是我们提出来这个问题 是吧 最后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首先需要去想 那么我们去想 像我刚才所提到的 用户是不是 没有去下载新的应用的需求 是不是 我们发现不是 就是说是我们的判断 我们结论就不展开在这里讨论 为什么不是 是吧 我们是说 我们也找了很好的方式 帮助用户更好地去发现应用 那么OK 我们去想 那比如说在座的十位同学 我们在 为什么大家不去App Store去下载呢 或者是说 什么时候 大家会去想去下载一个应用 这是所谓的一个场景感 对吧 就是说 用户在什么场景下 会去想去下一个应用 然后我们抓住这个点之后 我们再去想 我们去怎么去更好地去解决这个需求 我这里说两个例子 我们两个想法 跟大家交流一下 其中一个问题呢 会作为一个技术讨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做这么一个产品 我们会觉得 当一个成熟的用户 什么时候 它会再去想下应用呢 寂寞的时候 我觉得是寂寞的时候 对 就是发呆的时候 寂寞的时候 就 那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寂寞的时候就要好玩一点 比如说 现在在此时此刻 正大家都在玩什么应用 我像刚才这个PPT 或者刚才是拿我同学提到的 大数据的问题 但我们其实可以 我们其实可以知道说 现在大家都在玩什么游戏 对吧 或者说大家现在都在玩什么应用 对吧 从这个角度出发 就是说 当这事情 可能我们就做一个很小的 很轻量级的一个小的 小的应用也好 或者说小的插件也好 用户点开这里 就是看到全北京的用户 现在最多人正在玩什么 全中国的用户 最多的人正在玩什么 那你是不是也要一起玩一下 对吧 这属于就是说 一种 对 就是说让你会觉得 大家都在玩什么 这种 让你寂寞的时候 你会 就是说一种更多一种发现的场景 对吧 这是第一个方案 第二个方案呢 是说 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所谓的 现在都讲究酷啊 好玩 手机的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能力 一个摄像头 像一千万 两千万的这个摄像头都出来了 对吧 比如说 我拿着手机摄像头 我拍一个这个电脑 能够出一个应用 比如说出个京东的应用 比如说 我用它来拍南天 拍个天空 出一个天气 PM2.5 等等这样的 比如说 我们去拍个手机 是吧 我们能够出一些什么 管理手机啊 或者是说流量管理啊 这样的一些 或者说拍一盆花 是吧 它能够出现什么 这就很有意思了 对 比如说我拍个桌子 然后是不是一家的应用就出来了 或者是说装修的这种应用就出来了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就让这个事情变得好玩 可能用户不一定会说 哎 我就是一定要去下某个应用 而是会觉得 嗯 这个事情变得酷 有意思 对吧 这也是说让产品和用户产生感情呢 产生联系的一个一个办法 就是说我就寄模 我就拍拍东西了 拍拍黑夜了 看到会出个什么东西了 对吧 然后这个事情就是说 就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提高用户的这种 在这个场景之下 他的抓住他的心理 然后抓住他的需求之后 我们再去做一些契合的事情 往往就是会更有意义 对吧 所以是说我们做一个PM 做一个产品经理而言 我们不仅是说 要分析用户的需求 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 解决用户的需求 可能之前大家也看过一些数据 因为我们手机助手 目前的覆盖量是2亿多 大家来说说 我们现在搞清楚我们产品的定位 是吧 产品的定位搞清楚了之后 我们才去想 我们是我们去解决 再去细化说 我们要做哪些功能 所以刚才 这位同学提到的这个点 我觉得是挺好的 就是说 住手里的产品 那么用户 拿着手机是用什么 一般就是说 打电话发短信 是吧 这是每个人 这手机的最基本的功能 而此外呢 就是说 智能手机 或者安卓手机 它之所以称为智能手机 就是说 它的这种 很强的这种扩展性 或者说 某种意义上面来说 是无线的这种扩展性 各种各样的APP 可以满足各种各样的 场景下面的 各种各样的需求 那么如何找到这些APP 然后我下了很多 这些应用之后 哪些应用是我该保留 哪些应用是我该删除的 卸载掉的 或者是说 哪些应用是我该更新的 是吧 这些 哪些是能够应用 是在我的手机上面 是成为了累赘的 占用很多空间 但是我其实没有 没有必要保留在上面的 或者是说 哪些应用是有害的 它本身是一个山寨的应用 或者是有风险的应用 然后或者是说 它在后台偷跑流量 我本身流量就很敏感 本身赚的钱就不多 对吧 还被这个 偷偷地把我们的流量给坑了 然后对 所以我们来 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就是说 我们是一道 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 我们要发现应用 就是说 我们成为用户 发现手机上面的 广阔天地的一个大门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解决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用户来这里 是能够解决一个 它能够认识到 能够发现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对 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用户来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解决用户的 所有的这一些相关的 这一些应用的管理问题 就比如说 用户下应用是一时的 用户使用一时 使用一个应用 可能是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漫长的时间 这里有个数据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一个普通的中国用户 它一个应用的使用周期 大概是在50多天 对 50天到60天之间 大概是58天左右 就是说 那么在这个58天里面 它可能会经历 很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 它这个应用 是不是该升级了 大家都在用微信 微信从5.1升级到5.2 是吧 或从5.2升级到5.3 或者是说 有一些应用 比如说 我们之前有玩过 天天酷跑 前段时间都很流行 然后呢 这个游戏比较占用空间 然后呢 这个热潮也都过了 但它依然睡在 我的这个电脑里面 可能它还在后台 在自启动 那么可能 两个月之后 可能大家都已经 这个热潮退过之后 这个游戏 还有应用 还有没有必要保存在 这个地方 对吧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 我一个应用 然后我 我现在我的手机 它本来安装在我的 那个存储 那个手机的 自带的这个存储里面 后来呢 我就 我有一张大的存储卡了 而且我的手机 自带的存储的空间不足了 我可以把它搬到 我的这个 那个存储卡里面去 这样让我的整个资源的 更更分配 更合理 对吧 所以说 后续就说 整体的 它这个生命周期 其实有很多很多事情 比如说 我因为想背个份 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的 我们这个应用啊 我要换个手机 怎么办 我又要反复的这种导陈一下 那就挺麻烦的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在用在应用了整个生命周期之内 我们想要去 去挖掘的一些点 能够更好的去帮助到用户 那可能有些点 我们还没有解决的特别好 这是我们正在持续的去努力的地方 OK 所以说 现在是说 先跟大家沟通一下 是说 手机助手 在我们这边 我们希望它能够帮助用户 做的事情 是说 第一是说 看到一个色彩斑斑斓的世界 发现一个广阔的天地 然后这是其 其二呢 是说 在这个 在这个广阔天地里面 可能有很多的 一些美好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时间的推移 很多事情会发生变化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 帮助用户去管理它的应用 对 OK 大家可以认为 每一个应用都是一朵花 那么每一朵花 它可能会有更多一些 可能开的鲜艳的时候 也会开的 到最后会接 会对 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的时候 OK 然后我 我想就是说 刚才 杨涛队听了很多 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觉得我想就这个 榜单这个问题 跟大家 跟你交流一下 比如说 榜单 我是觉得 就是无论榜单在怎么做 就刚才大家提到 比如说 可以看到 310是怎么做的榜单 比如说 忘了假是怎么做的 榜单或91是怎么做的榜单 或者我们是怎么做的榜单 我是觉得 从现在来看 大家大同小异 对吧 刚才杨涛队的同学提到的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把榜单 给放到分类里面去 或者是说 以一种新的形式 去做整合 但是 我是觉得 这其实是一个形式 那产品 总是我希望它能够变得 更有趣 更有意思一点 就是跟其他 是不是能够做的 跟其他的榜单都不一样 我们会觉得 就是说 就会 我们会习惯于这样一点 比如说 你 比如说像我这种人 就特别喜欢喝可乐 我喝 我习惯 我习惯了喝可乐 我再去喝其他饮料 我会觉得我喝不惯 就是会 这叫做一个所谓的壁垒 壁垒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 百事可乐的 它的这个口味 它就跟其他的可乐 或者其他饮料 那口味不一样 然后它确实就是 能够满足一部分用户的 这种特定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口感 那么说这个角度 这就是它的 它的配方 就是它的壁垒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 就是说 目前所有的榜单 其实都是类似的 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是否能够做出 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并且能够很好的 切中用户的痛点 然后让用户 在其他的市场上面 所看到的榜单 跟我们的榜单都不一样 他都会在其他市场上面 都会不习惯 这是一个问题 在座的几位同学 有没有谁 比如说我们能够 做一些什么 不一样的榜单出来 因为我刚才看到了 我们说榜单这块 有些问题 我觉得这也确实是有问题 我是觉得呢 提出来这个解决方案呢 很有帮助 但是还可以 还可以挖得更深一点 有没有那位同学 可以分享一下 在这边的一些 比如说榜单 可以天马行空的去想嘛 对吧 我们在这里做产品 就是说 我们先有想法 在从很多很多想法中 争选出 我们真的是能够 有益于产品 能够帮助到用户的 这样的点 然后土造榜 其实在我们的 在某一个产品里面 已经在尝试了 对 也都是说 我觉得是说 大家的这个视野 大家这个想法 都是跟我们其实有 还是大家对 对这些用户的需求的认知 还是很多地方 都是很一致的 对 我们的想法是说 做产品 就相当于是说 我们做一样 就像分我们可以这么说 举个不知道是不是特别 恰当的例子 叫做保暖是淫欲 就是说我们现在 比如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榜单 这些东西 这些像一些分类 这样的 它其实是一些很 很基本的东西 对吧 就是可能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 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 它是一个 最基本的保暖的问题 它还有很多很多的 挖掘的空间 可以让这些事情 变得更有趣 更有意思 那又会产生更多的情感 在这个上面的 这时候我们会持续去 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 K10团队相对来说 跟我们刚才这个 杨涛团队两个风格不一样 我们这边的风格 可能是说 嗯 务实 非常务实 是说我们现在有哪些问题 就是特别问题 相当说比较具体 也是说我们当前 也正在思考去解决的问题 那K10团队的同学 我觉得就是说 体现了我们这个年轻人的另外一面 就是说敢想 然后呢 很多事情 我在我们看来是说 可能在我们这个产品 做的时间长了之后啊 可能都会有一种思维定势 或者是说 有一种关系思维在这个里面 有些事情都不敢去想了 比如说我们刚才所去想的这些事情 我们就叫懂你手机助手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说 嗯 现在的产品 或者说现在的 随着这种时代的这种文化的发展 他还都会希望是说 有一些 更 更能够贴近于用户的心理层面上面的东西 那些相对来说比较呆板的 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 嗯 这种感觉比较 那个守旧的东西 会这种用户心理上面的认可 会会少一点 所以我们曾经想过一个问题 我们不叫懂你手机助手 我们就叫小熊手机助手 就是说嗯 为什么说要叫小熊手机助手 是吧 大家有没有 啊 对 就这个意思 这样的话会 会让用户会觉得 嗯 亲切是贴近用户的 这样的话 他可能会 对这种 就是啊 心理上面这种认知感会变得更强 所以刚才这位同学提出来 这个懂你手机助手 很大胆 但是呢 我们需要这种 这种 这种大胆的去 去不断的去赏赐 去突破 这样的一种气魄 我是觉得啊 特别是在当前这种 移动互联网 快速发展的状态之下 我们如果不变 那么就是意味着被淘汰 对吧 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 这想法挺好的 挺好的 小好命中了 我们现在正在思考的一些问题 对 OK 然后我是 我看了一下这边的同学 他们的整体的这个 逻辑性非常强 然后呢 具体的一些提的一些问题 提的一些点也都非常好 比如说榜单数量的这个 这个区间问题 这一直是我们想要去解决 但是呢 可能问题总是很多 产品的问题 总是很多需求 总是很多功能 总是很多 可能被一 被这个去 这个迭代做 往下个迭代做 然后可能 就但是呢 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痛点 这也是我们需要持续 可能会最近 我们就会去上了一个功能 就会把这一块去优化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也是想的挺好的 可以包括云备份 这一块 我是觉得这个 也是说 这个做得很用心 也有很多让我们觉得 有很多的一些 触发我们一些 新的思考的地方 而我想跟这 跟K16同学 讨论的一个问题 是说 刚才大线讨论 就是说很多时候 用户来我们这个 助手这样的产品 无论是我们 还是说其他的竞品 主要还是说 有一个 有一个主要的场景 就是说我刚提到 我们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大门 是吧 一个探索星空的大门 也好 是吧 也是说 各种就是说发现一个 不一样的天地的 这种大门也好 那么 我们是觉得现在 还是面临所有的 还是我面临 我们刚才讨论一个问题 所有的产品 同志化特别严重 即刻或者像强迫症的 这样的用户 他就会 哎呀 我就三天两天 去倒成这个地方 或者说哎呀 真的是 特别寂寞了 对吧 就是说 那么这是我们的问题 这是我们想要 这是用户的一个核心的 我们想去解决 用户的一个核心体验 但是呢 用户就是说 除了他使用了手机越来越长 他可能去发现 去主动去市场上面的 这种意愿会越来越弱 那问题是用户 没有下载 下载应用的这个需求了 还是说 用户对这个地方 失去你的信心了 大家的判断是哪一种 我觉得我的判断是厚子 就是说这个地方 让用户觉得 了无声趣 觉得没意思 我想每个人都有好奇心 每一个 每一个都有去探索 这个世界的未知可能的 这些想法 这些动力 而我们 我是想法 我们目前的想法是 所有的产品都陷入了一种 特别同意的一种状态 大家就是做绑蛋 做推荐 做这样的一些东西 没意思 然后用户也会觉得 来这里每次看都是差不多的东西 然后久而久之就觉得厌烦了 所以问题就来了 我们如何在 特别是当一个成熟的用户 比如说可能在座的各位都是呢 能够让他更频繁地使用我们这个产品 更频繁地去发现一些 有意思的应用 对 这也是问题 对 你 对